Peyond 超大盛 地獄辣味Galaxy and 雙拼辣味炒麵泡麵 哈囉大家好 我是王莉 我是魏惠 歡迎來到紅色內的泡麵 今天呢 歡迎我們的來賓 林軒 嗨 大家好 我是林軒 來來來 我們今天要開箱的這個東西 有點像是一個挑戰 就是你知道 大概前幾年有流行過 那個什麼十八鏡泡麵 超多 或是什麼辣雞麵 你有吃嗎 我有吃 所以你本身是一個能吃辣的人嗎 欸 我覺得我應該跟你差不多 就是 還可以 但是沒有到很多 對 也沒有要很喜歡吃太辣的那種 對 然後還有一陣子我還去吃了什麼 大王麻辣乾麵 那個超扯 那個超可怕 比辣雞麵嚴重嗎 生化級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呢 要吃的這一款呢 是Peyond 超大盛 地獄辣味Galaxy and 雙拼辣味炒麵泡麵 你平常吃泡麵嗎 我平常沒有在吃泡麵 我真的是 少年是吃泡麵 應該已經是四五年前了 蛤 我們要來打破你的紀錄 我跟你講 因為我國中老師跟我講說什麼 只要吃太多泡麵好像就會 你不難贏嗎 對對對對對 對 是因為這個我從國中開始就不太吃泡麵 天啊 所以你沒有理解到泡麵的美味耶 我沒有耶 但我覺得今天好像不會到很美味 今天呢這個 它就是被譽為他們這間公司裡面 最辣的炒麵泡麵 最辣的嗎 所以它平常還有出其他的 應該有出其他的 那我們今天呢 當然也準備了就是救命牛奶啦 對 非常感謝 我覺得看到這個覺得有點欣慰的感覺 好 那不管怎麼樣 今天我們就是要挑戰 把這一個 地獄咖哩辣泡麵 雙清地獄炒麵泡麵 饒舌的泡麵吃完 對 我們把它全部吃完 好了三分鐘很快就過去了 我們即將要迎接地獄了唷 那我們就先 把水倒出來 對這邊這邊 我拿鍋子來 哇 也太精緻了吧 其實他們的泡麵就是很棒的一點 來自於這個 有點期待 很久沒吃泡麵的感覺 真的耶 你睽違四五年 真的是睽違四五年 第一次吃泡麵就要留下 悲劇的印象 我可能未來不吃 對未來直接不吃 欸我可以先偷甜嗎 你倒完之後你可以甜甜看 這個是咖哩 欸它還蠻香的啊 欸很香耶 可是蠻辣的 對 這是辣味印度咖哩的味道 欸我怎麼都紅 欸對啊 你是咖哩嗎 哈囉 我以為你是黃的耶 天啊 那這個應該是紅的吧 那我吃 給一口 用甜的就好了 不要 喔好刺激喔 喔 什麼啦 我不要吃 還行但是很像 掙扎到我的舌尖 欸它是 我馬來這裡受苦 它是直接爆走過來的那種辣 這個味道 這就 這超辣的感覺 這個是 欸我剛剛一吸口的鼻子 它有一股酸 酸辣的感覺 喔 OMG這是深紅色欸 我的天啊 也有啦 其實看得出來顏色差異 有啦有啦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實這個會比較偏黃一點點 然後這個會比較偏紅 你覺得先吃哪一個呢 我覺得 我覺得先吃辣的好了 因為咖哩很容易被咖哩味帶掉 所以先吃辣的 真的很簡單 那蠻香的 這個是香的 但這個蠻刺鼻的 這個有辣到欸 你認真聞 而且我剛剛聞了 我的這兩側已經 我是屬於吃辣 兩側會冒汗型的 你會飆累對不對 我是流眼淚 我們大家可以看到它爆哭一波 我真的會爆哭 我剛剛快賽已經爆哭了好不好 好那我們先吃辣的喔 來 我嗎 謝謝 不要說對來賓不好 我可以吃多一點 哇 不錯欸 Man喔 接下來呢 是我們辣味炒麵的選手 3 2 1 我覺得還可以欸 不行了 欸後進它 我覺得它是 屬於後後進很強的那種 就是它會在你的口腔冒散開 然後還講話 其實我覺得第一口下去是鹹香的 然後後面它的那個辣味 擴散到你的口腔裡面 欸那我覺得 妳可能比我強一點 對 因為我覺得我現在還好 等一下這支影片我們一直在 呼氣 一直在呼氣 喔妳蠻厲害的啊其實 我不行啊 喔 欸我看妳 我沒有比較好啊 很辣欸 很辣欸 很辣 不行 它都超辣的啦 妳整個嘴巴是一圈紅的 整個身體大發熱 腦袋整個是瞬間這樣 像炸了一樣 熱氣這樣上來 就有腦袋轟轟轟的 沒辦法思考 我可以問一下有冰塊嗎 很辣 很辣 妳要哭欸 妳要哭嗎 妳要哭嗎 哈哈哈哈 壓不來 可姐 急救一下 我要急救一下 欸我 我說回還好這句話 但我沒說 我覺得 還可以欸 我覺得這個後勁真的超強 因為我剛剛真的覺得 吃下去很像台灣的就是在吃那種乾麵 對 可是一吞下去之後 它就整個這樣 冒上來 全部起來 那它會直接直奔的腦門 嗯 剛剛辣到我完全不想講話 我一直閉嘴 然後一直喝東西 好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再試一個 辣咖哩 我們就可以來拍拍看 小幫手們的反應 對啊 那我就可以夾一下我們的 咖哩喔 再辣一次就好了 要跟剛剛一樣大好嗎 差不多吧 好啊 就是一個筷子這樣 可以嗎 這個一樣 那個好 很可憐欸 我剛剛真的是狂掉眼淚 不可自主的 我現在就是回到可以正 還可以正常講話 但是覺得舌尖 還蠻辣的 有的辣是你的舌頭痛而已 可是它的辣是你整個口腔 上餓 下餓 牙齦 都在發麻 應該說舌尖 舌尖很痛 舌尖真的很痛 然後真的不想講話 你剛剛不是說你可以正常講話了嗎 接下來是咖哩的部分 有看我的鼻頭是亮的嗎 我有兩億 鼻翼都會冒汗 我是狂流眼淚了 各位觀眾請記得 為我還有林軒按下你的like喔 我沒有 兩個不太會吃辣的人 這個真的是 我還以為我還算ok 咖哩口味 一次吃完再講話 我剛剛發現經驗就是 不能中間停下 不然下面很累 ok嗎 ok 3 2 1 我覺得還好耶 這個好像沒有比較誇張 我真的覺得這個很好吃耶 我們會下一秒後悔 我真的覺得還好耶 我已經在嘴巴放很久了 是因為我們先吃了剛剛那個 所以這個感覺程度就還好 我覺得是因為 等一下 它一樣會辣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覺得是因為 可能辣油 有辣油的關係 它一樣會辣 但是它的程度沒有剛剛那個那麼誇張 嗯 等一下 我真的覺得 它的辣是 10秒之後才會來辣 我真的會不選 怎麼會這樣 很久之後才來耶 不行啦 一定成像迷流狀態 我這麼狼狽的嗎 不知道以為我們在拍什麼道歉裡面 我連筆記錄留下來了 這個沒有看到 嗯 我覺得這個比剛剛還要嚴重 啊 啊 我長滿身體的冒 你看我流 汗流很這樣 這支片要講話嗎 噢 因為我在螢幕前面流那麼多眼淚過嗎 沒有 沒有 我跟你講 我…因為我是摩羯座 我超ㄍㄧㄥ 就是我一直不哭一直不哭 所以我哭最慘了一次 你們給我過來 有 有 對啊 唉 可是其實像 我在吃這種辣的 我都一定有先過水 嗯 但我們要實際展現出來到底多辣 應該大家可以知道有多辣了吧 對 我們剛開始吃這個咖哩的時候 其實它進去的咖哩香還蠻好的 然後甚至你一開始就發覺 欸 是不是沒什麼 我覺得真的是跟外面那種咖哩麵一樣 真的蠻好吃的 可是整個被騙耶 它整個是 它進到你體內的時候突然 穿不上來 穿不上來 我覺得它是那種 我們都已經吞下去很久了 大概真的是隔10到15秒 你們讓我看影片就知道我們 我真的不講話 你們開始說 欸 沒什麼事耶 我們不是在忍喔 你看剛剛這個是完全不能忍 那個一進去咖哩麵 大家就開始崩潰 然後隔十幾秒之後 隨便崩潰耶 而且這個真的是 我覺得是被咖哩騙的 因為它咖哩的味道蠻重的 你嘴巴超重 我咧 你也是 我真的覺得 我覺得太瞎了 因為剛才拍到 我真的在嘴巴放超久 因為我本來攪東西要攪很久 然後我覺得超好吃的 對 我們還想說 我們是因為剛才吃完右邊了 應該還好 對 我想說還好吧 我現在歸類一下 紅色的那一包的話 它是直接來了 它就直接辣就直接來了 可能因為辣油的關係 對 然後還佈滿你整個口腔 然後咖哩這個的話 一開始你會覺得蠻好吃的 可是呢 後來它是屬於你吞下去型的 直接一個炸裂 炸到你的腦門 再吃一顆 好 我們現在稍作緩和 我們來去看一下大家的反應 我也覺得大家真的要嘗試一下 好的 那我們一樣要有始有終 就是他們每個人都試過了 但我覺得他們的藕包很重 真的 可是我們是真實反應 我們真實反應 我們沒有裝 有啦 有啦 有一個在那邊 他一直這樣 然後他的鼻子紅的 對嘛 像現在嘴巴在抖 好 那我們就把剩下的這個 因為我們要挑戰成功 我們把剩下的吃完 剩下也不多啦 就一人一口的感覺 其實還好我們都一人一小口而已 欸等一下 還有牛奶嗎 有還有 要不要先備好 好的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挑戰 最後的 耶 把它吃完 我覺得還好了耶 對耶 為什麼 有一個地方 因為 我們剛剛 因為我們剛剛 因為我們剛剛 剛到的時候 是醬最多的時候 所以我們吃到最多醬 然後它其實乾了 有些麵可能吸到那些醬 所以就沒有那麼嚴重 好像是耶 就是還是會辣 但是 沒有像我們剛剛一開始吃的 我真的覺得沒有像我們剛剛吃的那麼辣 我覺得我們剛剛第一口應該吃超多醬 對 我們應該第一口吃超多醬 可以可以 我們就可以給它 好啦 那我們今天這一個呢 挑戰成功 那我們這次是用代購的 它大概是台幣77元 就是日幣300塊左右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哇 好辣 可以找找看這個 自己來討厭看看 可是 如果真的不敢吃辣的人 不敢吃那麼辣的人 可以放久一點 不要吃太多醬 因為我們剛剛真的是 直接 剛到完就馬上吃 完全就是 它有可能還是熱 我們那時候麵很熱 有可能耶 有可能 現在冷掉我就真的覺得還好 溫度嘛 好 成功 耶 辛苦了 我真的很久沒吃那麼辣的東西 趁我還可以講話 趕快結尾 大家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大家有買到 尤其挑戰大的東西的話 可以一起包住我們的Inkgram 歡迎大家記得訂閱 分享的開鈴鐺 謝謝鈴鐺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這會超沒有形象的吧 我剛剛發熱完 我現在整個人開始發熱 來來來來 你還有牛奶嗎 你還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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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